好,大家好,今天董哥要接到一个320G的硬盘 然后这个硬盘呢,我们看的跟正常硬盘是一样的啊 因为它在淘宝也是在不知道是什么平台上买了一个硬盘 这个硬盘呢,我为啥今天特意录这个硬盘 这个硬盘是假硬盘 我们董哥怎么知道它是假的呢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我们看一下的SN号 这SN号是尾号会TXQ的 然后呢,你看到尾端这个SN号 尾端这个是,尾号是69亿 所以这个硬盘,这个标是后贴的 然后呢,通过电路板去查找 这个硬盘都是500G的 甚至是1T的 这个通过这个去找 好,哥们找到这个一模一样的盘 知道吧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 直到真假这个硬盘 我们通过三个地方可以找到 两个我们可以自己肉眼可以找到 第一,这个标上的SN号 第二,这个SN号 这两个可能都可以串改 还有一个肉母的,在这板子上 肉母上有一个SN号 但这个也可以改的 所以说,尖商都给你改了 所以说,你想找原始的盘的标都很难了 所以他贴这个标呢,他是自己打的 这根本的不是官方的标 你看了吗 这是贴完之后 你看这真的有 有摔的痕迹啊 你看这个盘的标呢 是一点痕迹都没有 我们拆开后这还有痕迹 这是用刀子拿的或是啥的 这盘也有可能摔过啊 是刺头坏了 但是也不是他摔的 肯定是他买 买之前是摔过的 他后来换个标 把这标 一换完了标以后 然后把里边的SN号啊 什么那什么都可以改了 结果董哥的 这个给他找到那个什么 通过读取肉末信息 找到他的真实的SN号 但是这个号也是假的 结果董哥也没找 没有找到这个 这个给这一模一样的盘 所以说这个 要是想恢复数据 得找一模一样的盘 找好几个要猜 看是不是这种盘 我怀疑他这个是500G更改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 今天主要讲解一下 就是真假硬盘的识别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懂 学会啊 然后喜欢董哥视频 点关注 关注转发一下 然后需要董哥协助和帮忙的 可以私信董哥 有喜欢数据恢复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董哥啊 再见